有的人说师父你收学生还要收徒弟 你这个有什么区别 这个实际上这个秘密 我一直也不肯揭露它 今天就把它说出来也无所谓 你要掌声就鼓励一下也可以 这个我们在收徒的时候 是很严格的一个仪轨 那么首先叫醒神 什么叫醒神 就是你的神都在睡觉 所以我要用金刚灵给你醒神 就把你体内的万神都惊醒过来 金刚灵它有这个作用 震灵的音频震去 就像这个纸上有灰 纸上有灰我可以一点点的剪 对不对 但是我只要一抖把它一晃 是不是就所有的灰尘都就没了 所以灰尘没了你的灵就什么 阳神就苏醒过来了 它本来是 它本来就是一个自觉 圆觉 它本来就是个佛 所以是那你把它的尘 把乌云拨开 阳光自己透出来了 所以前期要用净水给你洒净 就是整个身内身外 使这个净水化气化光进去 把你的身体里面清洁 上单天下单天清洁 清洁要打开你的一些门 同时要封闭你一些门 比方说六道轮回的门 用这个浮水弹光浮下去 所以师父弹出去的水 封闭你的六道门 基本上三恶道门 如果是你这一辈子不被师叛道 你是被师父收在门徒内的人 基本上是不剁三恶道的 掌声一下 这是没人懂的 他为什么师父要考察徒弟 就是有些人来想拜师 我坚决不收 为什么一看他就是来骗的 来懵的 不想真实修炼 不想一生解脱的 再给太多的钱 也不收这种人 收了会连累你 将来他在法界作恶多丹 是你的徒弟 你没有慧眼 你乱收徒弟 这在法不穿匪人 匪徒的匪 你既然是一个明心见性的师父 你懂他心通的师父 你怎么收这么一个恶人呢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第一道水弹出去 是开启某些灵门 封闭三恶道 甚至六道轮回门 但是人道和修罗道和天道 很容易被你冲破 但是下面三恶道 你如果是不这一生 不背师叛道 不退道 是不容易冲开的 也就是你不会跺三恶道 最差来人道在转世 七世修成 秘法就是这样 保证你能七世为人 这就是师父的 真正得道的师父 他就有这个本事 但是只对门徒 进行这样的灌顶 仪式操作 因为普通学生 他跟张老师学了 还可以找李老师 还可以找王教授 还可以什么 他这一染一染一染 把你的净的东西都染 肮脏了 徒弟基本上是认定 这个师父我跟一辈子了 虽然我允许你去别的地方去参学 但是你整的这条路 是跟着走下去了 你不会再走岔道不回来 金刚灵的作用 它就是帮你震醒三个丹田 三个空腔里面的众神 五脏六腑的众神醒神 就是你们诵黄庭内景经里面 那些神 万神朝礼 都要把它醒回来 那金刚柱呢 这种金刚柱的做法呢 这种金刚柱的做法 它是要连通你的八脉道 从八脉道的头顶 海底会音轮 然后这个叫海底轮 然后的九个通道 中央上下都有一个通道 边上有八个通道 都要给你打开 使用这个金刚柱 这个来完成 那么最后用金刚新柱 给你固定 然后定住三个丹田的玄珠 不丧失 那么最后还要赐你什么 心里面 要有这个准提佛母的这个心咒 还有准提佛母的披甲护身 披甲护身 等于给了你一副盔甲 给了你一副盔甲 然后那些邪灵的东西 它就不能够作用你了 你看这个后面 这是个空的盔甲 这个准提佛母镜 后面它是一个盔甲 同坐的盔甲 有武器的盔甲 那么这个在关领的时候 直接给你穿上了 然后再用这个前面的心镜 给你的明点点开 真心显露 所以是准提佛母 它的这个静的灌顶 那么还有这个什么 一些这个宝物 阿兹水晶球 九龙会龙的这个龙珠灌顶 这些都是给你身体里面 这个神器里面装什么 装宝 装宝 那么还有你们过去浮原 比较深厚的 因为你们过去是修炼得到的这些宝器 宝物 叫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所以他就师父在灌顶的时候 开顶灌顶的时候 基本上他做了一个连接 把你过去生修炼的那些法宝都请回来 灌入你的身体里面 使你这个神器里面什么 拥有 拥有这些东西 拥有你就不一样了 你没有 你想用 用不成 你拥有它 你随时可以去使用它 所以是一个进入师门 门内修行者 和门外的学生 是完全不一回事的 说白了师父带徒弟 徒弟师父要负责任的 学生师父不用负责任 为什么 我只是你的老师 就像幼儿园老师 中学老师 大学老师 中学你没上大学 该中学老师啥事 老师会被免职吗 老师会去坐牢吗 不会 但是你包办 你是徒弟了 你带不好人家 这个罪责大 在法界受惩罚就大 所以你们要小心 要好好地修炼 做一个真正的徒弟 拜托你们 OK 掌声一下